大家好,我是小树,这是忽必的武汉 我现在为武汉的协和医院啊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正前方就协和医院的外科楼一啊 没想到这个下午这边这么多人啊 因为刚刚在这边办事顺便啊 漏过这个协和医院啊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协和医院里面 目前这个现状什么样子的啊 然后在这个右边这边的话 应该是一栋楼拆掉了啊 里面停了好多车 看见没这个车也在排队啊 刚刚看了一下这里面这个车都停满了 还有很多就是全国各地外地的一些车牌啊 因为武汉的协和医院呢 是整个武汉包括整个华中地区 也是最好的一个医院之一啊 这个院也是非常的有名非常的好 所以说每天呢 去全国各地来这边来 体检的人也是比较多的啊 因为医院也比较大嘛 也比较有名嘛 真的是没有想到啊 这个下午这边还这么多人啊 武汉的协和医院 一家非常有名的三甲医院啊 看到没有 正前方那边的是一个 那也是一栋新楼啊 人爱及市 看到没有 那边是这个外壳楼二啊 非常大的一栋楼 然后在这个右边这边 那边的话是一个内壳楼二啊 然后拆掉这栋楼的话是一个综合楼 应该后期还会再建的吧 之前的话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楼啊 武汉的协和医院是实践于1866年啊 到现在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前面的话是门枕楼 看到没有 人好多啊 外壳楼一 大家可以看一下 正前方走过去就是这个中山公园 这条路的话就是解放大道啊 门口看到没有 车也好多啊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这个门枕大楼 然后走进去看门枕里面的人还多不多 门枕大楼 武汉协和医院 非常牛的一家医院啊 这张医院也是非常有名 非常的大 前面记者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走进来了 可以说这里面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的 看到没有那楼梯上面 电梯上面 包括整个这个一楼大厅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没想到啊 这个下午这里面还有这么多人啊 不过说实话 今天因为是正常的一个工作日嘛 说实话这边人多也是有情可言嘛 因为说实话正常的工作日 很多人可能挂号啊 比如说医院啊 都是正常工作日过来 怕得周六周天 有的可能医生没上班 看到没 都没说了好多人 这点都是在那边等着 哪要的啊 整个医院都大厅 这边人山人海 因为医院好嘛 所以说来这边来搞企业人比较多嘛 比较有名嘛 因为这个医院说实话 我来过很多次啊 医院不管是从这个护士啊 到这个医生 他们这个资历都是挺深的 然后态度也比较好 医德也比较好 所以说这个医院里面整个是 是我反正是我最认识的医院当中的 可能说是比较好的医院 因为这个医生啊 包括这个护士啊 他们的态度啊 他们这各方面说话都特别的好 特别有人情味 说实话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二楼啊 二楼这边人也好多啊 这个明明戴红色的口罩 旁边都有这个自助机 在上面挂号缴费 非常的方便啊 现在来这个医院说实话 很多像之前一些手续都免了 因为一些手机都可以操作 上面挂号缴费 拿药都特别的方便啊 看到没有 每一层人都挺多的啊 科室比较齐全 这边的话是二楼的一个检验课啊 还有这个儿童活动的 看到没有 每一层每一个区都有个自助机 非常的方便啊 然后每一层的话都有一些这个 工作人员在这边给一些这个患者啊 介绍啊 然后等等的一些这个事情 比如说你过来的话 找不到人 找不到这个科室的话 可以问这个工作人员 哇塞 这边人好多啊 这个检验课这边人好多啊 朋友看到没有 邓他们坐的匿匿马上都是人 哇塞 好多人啊 我现在来到了三楼 正前方看到没有 这边复刻应该是生小宝宝的一个位置啊 这边大家还看到没有 这边人也好多啊 反正感觉这个医院比较大还是什么原因 看每一层的话人都挺多的 看到没有 每一层都有自助机 小美都是坐满人 现在我来到了这个四楼啊 各位看到没有 四楼这边人也好多啊 这边是看这个呼吸坡的啊 上面也坐好多人 包括这边 这边也愿意滑多 刚刚是那个门整大楼啊 转了一下啊 每一层的话人都是挺多的啊 都是比较自觉的 在那边挂号啊 排队等 反正这个就特别好 整个医院特别的干净啊 然后这个医院还说的话 我也来过很多次 每次过来 对我应该就是人比较多啊 因为医院比较大嘛 所以说来这边 体检检检检检检人 也是比较多的 不过说实话啊 再好的医院呢 小周也不希望多一个病人啊